赔钱 赔17亿万块钱 真怕别人不知道买房车了 哦 适中的感觉来了 30秒都起别了 他砍到了 跑下去 坐车的时候就很感觉 这个天空是歇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熊 昨天从成都马不停蹄的赶回来 来干什么 来办我的房车购置税给它退掉 其实退这个车辆购置税 真的很麻烦 需要厂家那边出证明盖章 需要开复数发票 需要车管所出证明等等 挺麻烦的 然后现在资料齐全 刚刚的已经提交到税务局那边去了 我就知道退税也很麻烦 没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来办资料提交 你就能把税退掉的 要等等什么 等他们办理授权 完了之后把资料上传网上 再等三到五个工作日 这个税才能推到你手里面去 那这个税早一天退完天退 其实对我没有太多的影响 没有关系我可以等 但是最主要是什么 这个税 退了这个税 不到我的银行卡账户上去 我就不能第二次交税 真的是误判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 退税手续提交上去 我就可以立刻把车开去湖北上盘 没想到还不行 这一折腾又得一个礼拜 啊 我找随所里去 只能等了 没办法 现在回去收拾行李吧 先把那些锅二瓢瓶杀的 搬到房车里面去 然后再给厂家那边打个电话 看那边怎么说 我在信仰只有一张银行卡 就是中国邮政的 但是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说 邮政的银行卡 有可能退税的时候 会把钱返回去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现在呢就是到这边 工丧银行这边来办一张卡 以备不时之需 万一到时候 这个税 退不成功 现在来银行办银行卡 也办不了了 进去五分钟 出来了 我怎么啥都办不了啊 为什么不给我办 因为他说我在本地 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办过 那个手机号 没有开过手机号 他现在必须得实名认证 你开银行卡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开银行卡 开银行卡干什么 你走账走得平不平凡 走得平凡会给你锁卡 我的天啊 现在开卡也这么严了吗 不像以前开卡 只要给个身份证 给个电话号码都能开 所以我现在还得先去营业厅 办一张 以我的实名办一张手机卡 才能办银行卡 因为我这两年用的电话号码 都是老张的身份证办的 然后呢用的是家庭号 所以现在呢去营业厅过户 把他的号码过户到我的名下就可以了 哇现在是不是真的电信诈骗呀 这些电话诈骗太猖狂了 所以导致现在所有的银行 对于开卡这一块 就是要求特别的严格 因为我去开卡 银行工作人员给我强调了很多遍 你这个卡是干什么用的 千万不能卖 不能转 我说这个银行卡还能卖的 我说我肯定得保护自己的权益了 我去我要把银行卡给卖了 或者是转借给别人了 别人拿去干违法的事情怎么搞 那我还得承担责任是不是 银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我 那我当时就想 肯定是现在诈骗太猖狂了 在这里呢小熊呼吁广纳网友 预防诈骗提高安全意识 我那个税的资料今天上午给他提交过去了 提交过去我跟你说一声嘛 他说什么时候能退给你呢 他说得三到五个三到五天 那行你收到钱了你告诉我 这个必须得收到钱 然后你那边才能交税 然后才能办是吧 必须是你收到购置税的钱以后 他那个车件号码才会活动 否则的话这个号码还是属于税务所时间吧 懂了没 那但是那个我那个车28号那个领盘就到期了 这咋弄啊 你先放在家里吧 你等那个税弄完了再弄吧 你干了什么事 我三天不在家你干什么了 我孵了这个人呢 我这新方车啊大哥 你咱们在这个位置挂了你 你来到咱自己的枪卷来 我跟你说了 你开的时候注意点 咱的车这个车才高了三米多 哎呀我 我去铺路车走 一换一换那里就去 你为啥往哪打 你为啥不往那边呢 不是的你这边这么宽 可以想一把地为什么不走 怎么往里面打 井头赤路ru 绿啊 dough Camp 都必须 niin 盆仓了一万块钱 你给你去一家开哪去了 我去一下 绕一下 你生怕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买房车了 他们开不着山 我开 dir 然后给他去看下台 对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给我开几个益 好了这么多天 总算是把这个房车的购置税给退出来了 现在呢就只等着那个税款进入我的账号 完了之后再去重新开发票 重新交购置税 不枉费今天又跑了一天 反正事情圆满解决就好 这个事情还没解决完 车子又被我爸给刮了 车漆刮成这个样子 看我头顶上 我是猪服了这个猪对友了 本来我爱给我爸说 我说这个车要退回厂家了 结果说退就退呗 我还想到他会可惜一下 可以晚些一下 结果没有人很淡定 原计划是这个月底 要出门的去新疆 结果我估计要 在7月10号左右才能出门了 要往后推10天